OK 好 講完CFA考試的背景 今天就開始今天的demo lecture 其實目的都是給你感受一下平時我們上課的情況 我們今天選擇的 topic 就是 corporate finance 就是其中一個 topic 這個 topic 就是 total 佔整個CFA考試的8%比重 其實它有六個topic 就列在這裏 對不起 五個topic 我們今天會講第一個topic 叫做 capital budgeting Capital budgeting是講的是什麽呢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公司都有些長期的project 但是公司的錢有限 可能有十個長期的project 你只能夠錢做其中三個 你要決定做哪三個 這個就是 capital budgeting的process 所以你看到就是決定和選擇 究竟做哪些長期的project 留意了 corporate finance裏面 是講的project 全部是講的長期 長期意思就是全部的年期超過一年的 OK 即是你買一個地方來蓋房子 三年之後才蓋好的 這些就是長期的project 短期的project 怎樣搞呢 短期的project其實會在第二個corporate finance的subject 就會在這個working capital management 所以就不在一個corporate finance裏面 OK 那我們做這個corporate project的project的時候 我們就是會分幾個step 通常就好像這裏 就分四個step 第一個step就是我們 generate idea 看一下有什麽project是好做的 OK 最簡單譬如我如果是一個地產發展商 我就看一下有什麽地可以買來蓋房子 香港有什麽地可以買 大陸有什麽地可以買 每一個可以買回來的地去蓋房子 就是一個project OK 第二個step是怎樣的 OK 比如說第一個step我選了 其實中港兩邊加上有100塊地我可以買的 就有100個可以做的project 第二個step就是我每個project就是做一個分析的proportals 意思是說我們每個project都是估計下 cash flow是多少 OK 那每個project譬如說香港有一塊地 那你猜吧 現在買了一塊地要給多少錢出去 那將來要給幾個建築費 那三年之後建好賣多少錢 那每年就知道要給多少錢出去 那最後要可以收多少錢 那每個project都這樣計下 那第三個step 就真的 OK 我有100個project可以做 我估計了100個project的cash flow 但是我公司沒有那麼多錢 我只可以做10個 那你第三個step就要選擇 究竟100個裏面我做哪10個 OK 所以就所謂create個capital project capital project意思是說平時我們都有budget 就是限了多少錢可以做多少個project 那你決定做哪10個project 那怎樣決定做哪個project 就是誰做哪個不做呢 OK 就是這個topic的重點來的 那我們之後就會說一下 有一些工具可以幫我們決定 這個project做不做的 OK 那我們之後會說 好了 那我們100個project裡面 選了10個出來 就是決定做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是決定了就算了 因為呢 我們呢 這些是長期的project 那我們呢 有時候呢 是決定做某個project之後呢 那個市場情況是轉了的 那我們之後有時候呢 亦都要monitor一下 我們最初 make decision 是做得對不對的 OK 那做一個post audit 就是舉例啦 原本我們想著是國內經濟很好的 那買很多國內的地 建房子建一些大單位 你知道經濟好 通常大單位就買得好些 那怎樣 那怎知道可能過了一年之後呢 那國內有宏觀調控這樣 舉例有調控 那你的經濟就下滑了 那雖然地你就買了 就沒得變的了 那但是呢 你知道經濟差的時候 那些大單位就難賣一些的 那可能你將側就轉一轉 就由大單位轉到小單位 那所以一開始做完決定就算了 那之後呢 都會因應情況呢 有些改變都未頂的 所以我們monitor the decisions OK 那跟著講一講呢 其實我們這些capital project 有幾種類了 那有幾種 第一種就是replacement project replacement project很簡單 譬如你的機器用舊了 那你就買一個原本一模一樣的機器 功能也沒有一樣的 不過都用夠了買一個新的 OK 所以maintain your business 那有時候有些project呢 都是replacement 但是有個目的的 目的就是減低的成本 就是你的貨車給你送貨的 用夠了走不了了 那你買一個新車 那現在買一個新車 那不是幫你運貨這麼簡單 那你想呢 是幫你省到一些有錢的 那你買一些環保的車 就省回一些cost 可以 那另外那些expansion project expansion project很簡單 就是說 有時候你想是 買一些機器 令到你那個生產的capacity 是增加的 那原本你的機器 生產微波爐 這樣每年生產一百萬部 那生意好了 你想是每年生產二百萬部的 那你就買多一個capacity 大一點的機器 是不是 那有時候 new product 譬如你原本生產微波爐 那你現在生產焗爐的時候 那你會買另一部機器做焗爐 是不是 那另外那個新的機器 那個project 就是由於new product 引起的 那另外呢 就有一些project 就是mandatory 就是你迫著要做的 那當時呢 就跟一些環保有關 譬如你是做開化工廠的 那現在環保可能立例 那那些化工廠的廢料 你要過濾過才可以排出去 那你會建一些過濾的設施 那這些過濾設施 是你政府要求你建的 是mandatory 那這些就是mandatory的projects 那另外那些其他project pap project 就是一些收購合併的project ok rnd就是自己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就是自己研發一些生產品 再發展就賣出去的project ok 那我們就有這麼多類的project 我們剛才說過呢 我們capital budgeting的project 最重要是第三點 第三點就是說呢 我們究竟呢 一把project裡面 如何決定誰做誰不做 ok 那一會兒我們會見到呢 是有四種方法呢 就幫我們選擇 決定做不做project的 但是未看到四種方法之前呢 其實那些方法都有些大的原則 大的原則 那先看到原則是怎樣 那第一個原則呢 就是說呢 其實我們呢 是考慮這些project做不做的時候呢 當然我們考慮這些project 就是我做這些project 我將來有多少錢流進來 是吧 但是考慮 cash flow的時候呢 我們只是考慮 after test 的 cash flow 而已 意思就是說呢 是扣了稅之後 有多少錢落袋的 是吧 就是落袋才算的 所以我們要 after test 的 cash flow OK 那另外有一些成本呢 我們就不考慮的 那包括什麼呢 第一 新cost 新cost的意思就是有些成本呢 我們是跟這個決定沒有關係的 是我以前已經給了這個成本出去的了 舉例 但是我有一塊地 那你知道地就不是隨便可以起樓的了 你看看地夠不夠堅固你才可以起樓的嘛 那你要決定夠不夠可以起樓呢 你可能用了一百萬做一些地質報告 看看地夠不夠穩固先 那你用了一百萬了 你夠穩固了可以起樓 那你就呢 開始呢 就要 make a decision 那究竟多塊地用來建什麼樓了 建住宅啊 建工業樓啊 還是建商業office樓呢 那這個決定的時候呢 你考慮的決定呢 就不應該計回之前一百萬的地質報告的成本的 因為呢 你跟著三個決定呢 其實怎樣做都好呢 你都影響不到之前呢 做了地質報告給出的費用了 是不是 那已經以出之物 OK 所以這些courses就不應該計的 就是以出了去的courses 那叫做新courses 那另外的courses呢 也都不計的 我們叫做呢 是project specific的financing cost 就是舉例 如果你現在只有一百萬 去做這個project 那如果利息是十個percent 那就是說一年之後 你要給是十萬元利息 是不是 那他現在這個意思就是說呢 十萬元利息 我們就不當一個cash outflow 那為什麼不計呢 這個呢 這個呢 我們稍後回來再說 我們先留一個問號 在這裏 有像Janet說的 我們剛才跳 即是我們是courses 中間抽出來的 那有些東西呢 你可能知道還沒學過還沒明白 不過不要緊要 我過兩張sled 講完NPO 你會明白 我再稍後解釋這個 那另外一個也稍後 就是opportunity cost 這兩個我們留下之後 回到一會兒講 我們看一下 Maii那個 Maii那個原則呢 就是說呢 我們要考慮一些externality 意思就是說呢 有時候我們某個project 決定做不做呢 要看它有沒有影響到 我們existing的project 舉例 譬如可樂公司現在呢 它是生產一些 就是建議可樂即是無糖的 那它生產的時候想著呢 第一年它估計可以賣到一百萬罐 每罐就賣五元那樣 那就是做了這個project 應該第一年有五百萬的cashroll 是不是 但是這樣想對不對 不對啊 不對啊為什麼 其實多一百萬罐呢 就有些客人呢 原本在喝傳統的可樂的 你出了這個新之後呢 他就不喝傳統那種了 就喝這個新的建議可樂 是不是 那就是說呢 其實你呢 這些新賣出一百萬罐建議可樂 其實部分是搶了你原本的 傳統可樂的生意的 那可能呢 你的建議可樂呢 就賣了一百萬罐 但是你傳統的可樂呢 就是 銷售額呢 就減少了四十萬罐 是不是 那我們其實整間公司來說 我們自己增加了六十萬罐的生產 賣出去的銷售 所以我們要考慮 以及對其他的項目的影響 那這個叫做externality OK 最後呢 就是說呢 我們考慮項項目的時候呢 我們的貸款的時間性很重要的 那舉例了 我有兩個project 第一個呢 就一年的時候呢 我們收到一個呢 一百個million的cashroll 第二個project呢 就是 第二年才收到那個cashroll的 那這個cashroll的銀碼 都是一百個million 那如果讓你選擇這兩個project 你會選擇做哪一個project 如果他的成本是一樣的 第一個 是不是 為什麼呢 一個簡單呢 如果我做第一個project的 我現在第一年才拿了八萬 那我就拿去存錢 就算利息很低也好 好 interest rate呢 等於一個procent 那呢 我呢 就將它存完之後 在第二年呢 應該收到一百零一個million 是不是 那怎樣都多於第二個project 我第二年才收到一百個million 那所以呢 那個point就是說呢 我們的cashroll呢 就決定我們做不做project 但是cashroll呢 不只是看銀碼的 我們要看它的時間 OK 譬如這兩個case呢 銀碼大家都一樣 都是一百個million 不過不同時間 一個一年一個兩年 OK 那不同時間cashroll呢 就不可以直接比較的 OK 所以這個就是個point 所以說呢 它的時間性是很重要 OK 好了 那我們就 我們知道了principle 那我們呢 跟著其實可以看一下 那四個呢 是怎樣可以決定個project 做不做的方法 那還沒看之前 還有一張slide的 就講一張slide的 就講一張slide的 就講一些project interaction 就是說呢 我有時呢 就是 當那個project選擇的時候 我怎樣選擇呢 有時的project呢 它之間呢 是沒有關係的 那我們就叫做independent project 沒有關係的意思 就是說 我決定做A這個project呢 其實就 對做不做Bproject呢 這個決定就沒有影響的 那這個叫做independent OK 那有時呢 相反的project 我們叫什麼呢 叫做mutually exclusive project mutually exclusive 很簡單 做了A呢 就做不到B 舉例 你只有D 那你建了住宅樓 就建不了商業樓 是不是 你建了一種的 那這些呢 就是mutually exclusive 那我做mutually exclusive mutually exclusive 就是什麼 就是你不夠錢 是不是 兩個project 你可以只要做一個 那你選A自然就 rejectB了 OK 那另外一個term呢 叫做project sequencing 那project sequencing呢 就是說說 有時 我們某個project呢 決定了去做它的時候 Invest on這個project呢 就令到衍生了另外一個option 我們可以投資在另外一個project 就是舉例 我們第一個decision 就決定買不買多個地先 才衍生另外一個決定 就能把地我建什麼房子 OK 就是有個sequence 在這裡 OK 那還有兩個term 兩個term 就決定我們的project 做誰不做誰 那第一個呢 就叫unlimited funds unlimited funds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很多錢的 100個project 我做了100個project 那當時是不是所有project都做 不是啦 什麼project不做 不是啦 什麼project不做啊 虧錢不做啦 很多錢 虧錢都不會做的嘛 那所以呢 unlimited funds 如果是賺錢的時候 我都會做 是不是 相反啦 就capital rationing 那capital rationing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不夠錢的 不夠錢 那不夠錢的時候 是不是有錢賺就做啊 現在就不是啦 現在是可能100個project 100個賺錢 我只是做夠錢做10個project而已嘛 我是說 選擇10個最賺錢的來做的 是不是 那這個呢 就是選擇 就不只是賺錢 就最賺錢 做些project才做 OK 所以兩者呢 就有分別的 OK 好啦 那跟著我們呢 就真的看一下呢 我們那四個方法 怎樣去決定 做不做呢 某一個project的 那這四個方法呢 就是這四個 這裏是個summary來的 這個詳細我們之後會講的 那我們夠不夠時間啊 我們不夠時間 可能講頭兩個 因為我們後面的question 跟頭兩個有關的 那先看第一個了 第一個叫做 net person value 那這個這樣的 Tools呢 我們就用個例子來解釋 例子是這樣的 譬如我們有某個project 那project呢 就是做三年的 那project的cash flow是怎樣呢 就是最初呢 就零 就是現在就拿100元出來 那然後呢 那就是 第一年就收回25 第二年收回50 第三年收回75 那那我們決定 做不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其實就是怎樣啊 其實就是在講 我是不是賺錢的 是不是呢 賺錢最重要啦 那 其中的看法就是 就不如我把它加起來了 是不是 負100加25加50加75 加完之後是正數了 那就是賺錢了 那就是值得做了 這樣行不行啊 不行 為什麼呢 對了 你留意一下 這些銀碼呢 是不同時間的 這一百元是現在拿出來 這二十元是一年的時候收 這二十元是兩年的時候收 這個是第三年cash flow 那剛才我們剛剛才講完了 不同時間的cash flow 就不可以直接比較的 不同時間的cash flow 不可以直接比較 那呢 我們怎樣辦呢 那現在我們的cash flow是這樣的 那現在我們的cash flow是這樣的 時間零的時候呢 就是拿八元出來 時間一呢 就是收回25 時間一呢 就是收回25 時間二就收回50 第三年呢 就是收回75 那本來不是不同時間的 那我要把它呢 是互相可以加得上的時候呢 其中一個的方法呢 就是把所有的cash flow 調到同一個時間的時候的價值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要把這些cash flow呢 就調到呢 今天的價值 那一年之後的25元是等於 今天的多少錢呢 那剛才我們的 舉例 如果利息呢 是等於5%的 OK 那今天100元等於是 明年多少錢啊 105啦 那為什麼105啊 其實就是100 乘了1加5% 就是當成全錢 對不對 那就變成105元 在一年之後 OK 那就是我知道呢 反過來說呢 一年之後的 105元呢 是等於今天幾千啊 100啦 是不是 那 那 怎麼可以計得到105元 是等於今天100元啊 那 剛才我們將今天幾百元轉做 明年的呢 就將100成一加的利息 是不是 那調轉的時候 由明年去到今年的 就除一加的利息 那所以呢 我將是明年 轉到今年的時候 就將105 除一加5% 那就變回今天的價值啦 OK 那所以呢 這裏一樣啦 如果是有個一年之後 cash flow 25元呢 我將它變成今年價值的時候呢 就要除一加利息的 OK 一加利息 但是留意一件事啦 剛才我們說呢 今天100元等於一年之後的105元呢 就乘回1加5%的利息啦 是不是 那其實怎樣呢 就是假設我們筆錢呢 就沒有其他用途的 只有一個用途 就可以擺銀行收息 那如果我跟你說 其實筆錢我有兩個用途的 一個呢 就擺銀行收息 5% 一個其實我有門路做生意的 那個門路呢 可以賺9%的 那今天100元應該等於明年多少錢啦 In this case 就應該等於109元的啦 因為我100元呢 其實我可以拿來呢 是不是 銀行5% 出去做生意90% 那我拿去做生意的時候呢 就賺到 100乘1加9% 那所以當時呢 就不是用利息的5%啦 就用我做生意 賺到Return的9% OK 那那個9%做生意 其實就是說呢 我資金如果是用來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 其實我放棄了的東西是什麼來的 那對我們成本 那所以這個這樣做生意的成本呢 我們的名字呢 叫做Cost of Capital 就是9%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們不是只有 存錢的這個途徑 還有其他造成他做的那筆錢的 那我們呢 就會有個Cost of Capital 就說著 我這筆錢如果不是用來做project的時候 其實他放棄了那個回報是多少 OK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呢 我們就不會除一加的利息了 現在呢 就將那個Cashroll 除一加的Cost of Capital OK 那如果在這個情況呢 25元呢 除一加9%的Cost of Capital 就變成了現在 今天它的價值的 那它應該是22.94 那上面那個-100已經是現在的價值了 它就不用transfer了 是吧 那第二年的Cashroll 50元 50元 怎麼轉回到今天呢 剛才我們第一年的Cashroll 25元 它要退前一年去到0的時候 就除一次1加9%的嘛 那現在50元去到0 就是它要退兩次 是不是 退兩次 那每次就除一次1加9% 是吧 那現在就除兩次就是了 OK 那所以它是除1加9%的Square的 那這個計出來呢 應該是呢 42.08這樣 那第三個一樣了 它就變成要除三次了 是不是 要退三次才到今年 那就除1加9%的三次方 那它應該呢 就是57.91的 那這三個數呢 加起來的時候呢 那個總和呢 應該是22.93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呢 那個叫做Net Person Value 就是NPV來的 OK 那這顆數呢 就是真的將所有Cashroll 已經全部轉了 到今天的Value之後 可以互相比較再加減了 由於已經是同一個Time Point的Value 所以呢 加完之後 如果都是正數呢 就真的有錢賺的了 那所以呢 現在NPV等於22.93 是大於零的 就是正數有錢賺 我們就應該做這個Project OK 那呢 所以我們知道了 那個NPV的數呢 其實代表如果我們做這個Project的時候呢 其實呢 我們會賺了一些蝕結的錢 所以呢 代表我們 Expected Change in Front Value 那個意思 剛才我叫NPV的22.93 就是如果我做這個Project呢 應該賺到22.93 In今日的Value OK 所以你看到了 In current dollars 就是 那如果NPV大於零呢 我們就應該接受這個Project 因為賺錢的嘛 那賺了錢 公司賺了錢 屬於誰呢 就屬於股東的啦 是不是 所以呢 NPV大於零 接受Project 就賺錢 賺錢之後呢 就會增加了股東的財富 因為賺了錢屬於股東的 留意啦 如果我們有時候有一個 Project 它NPV是零的 零的時候呢 我們又接受這個Project 是不是 那時候呢 零的NPV就是什麼 就是沒有賺沒事啦 是不是 就是打和 OK 那打和的時候當然你沒有賺錢 所以就不會增加 shelder wealth In this case 打和的意思就是說 你的Project的回報 Exactly 剛剛好match到 它的成本 是不是 你回報10% 成本10% 那你當然打和 是不是 OK 那所以呢 NPV呢 我們的 summary 就是說 如果計到NPV大於零 應該接受這個Project 相反呢 如果是小於零就不會